好 刚刚这一题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嘛 就是PQ比QR的时候 QR比PQ长 然后RSU比QR短 所以我可以先加了再来减 或者是我们就直接加了再来减 这个就拿到它的答案了 然后在这一边呢 其实它还有更快的一种方法 更快的这一种方法 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拿到对的答案的时候 你的老师可能会很生气 因为他不懂到底要不要给你分 OK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看啊 你的PQ是4u2分之1km 对不对 它其实是4.5km 你把它换成小数 然后你的那个5分之3其实是0.6 然后1u5分之3其实是1.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RS呢 是比它长就加 然后再比它短就减 所以它是4.5km OK 我们这一边我就有4.5km 再加0.6km 然后再减1.6km 这样 OK 他再减1.6km 减1.6km 然后这一个就5.1km 减1.6km 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是3.3 3.5km 3.5km 这一个就是它答案的 呃 当然你这一个是我比较快的方法 比较慢的方法呢 就是你的那个QR 是4.5km 然后他就会变成5.1km 然后你的那个RS呢 会是5.1km 减1.6km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3.5km 因为题目没有要 他只是讲以km为单位而已 他没有讲一定要写成分数 但是事实上老师给你分数的题目 他是期待你用分数来做 但是你发现到那些分数 如果老师给了那个分模是2.5.10.4.8 这些都能够换成小数 我把它换成小数来做 他就容易很多